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烧烤架 它的高度达到了50米 而放在上面烤的肉串每一串足足有一吨重 如果是你的话可以吃掉几串了 最夸张的是连洒调料都是利用飞机飞到上空 才能将肉串的味道调制好 而这就是阿卡西亚的特别菜单 最开始阿鲁他们并没有发现特别菜单是什么 当小松用手电筒看到远处柱子上的古文字时 才知道最特别的菜单就是要与人分享美食 而这一整座岛全部都可以吃掉 突然岛屿毫无征兆地震动了起来 那高达50米的大柱子顶端射出许多的光线 一时间大家都被惊呆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片刻过后那些光线在空中竟然变成了钢管 然后每个小孔中燃起了小火苗 接着便迅速蔓延到每一个网格之上 一个巨大的烧烤架就此成形 而就在他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 那三个老灯闻着味就赶来了 打架的时候没看到他们来帮忙 现在知道有得吃了马上就出现 甚至还夸奖阿鲁他们太厉害了 说是连他们几个没有破解的秘密 竟然都被年轻人给发现了 单论胡说八道老灯们可是拿手好戏 阿鲁表示很无奈 那么接下来就是制作大烧烤的时候了 超级巨大的食材已经堆积如山 而且还有很多非常稀有的食材 接下来怎么串上去呢 只见萨尼在下方一个非反 就让所有食材腾空而起 然后阿鲁的飞叉啪啪啪地打出 将食材们全部自动串好 并且乖乖地落在了烧烤架子上 光看上去那味道就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而林和可可驾着飞机也到达了上空 每个人都近着自己的力量 泽布拉还带来了甜花可乐作为饮料 也许这就是大家在一起分享美食的意义吧 看着那些制作好的串串 相信你也想吃上一串 但我估计吃一粒就已经撑死了 阿鲁率先扑了上去 萨尼也不甘落后 而小松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下饭美食 这一刻前所未有的青松 所有人的脸上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当然作为食运之王的宗家大人 此刻也在这里享受着美食 而刚才在战斗中被阿鲁打醒的吉利姆 现在也恢复成了正常模样 这回正和昌普两人在那里撒着狗粮 最后在经过了一场美食盛宴之后 他们老两口选择了继续守护这片生态区 那代表着他们两人爱情的日眠向日葵 终于是拍满了整座岛屿